早晨,今天是10月3日星期一的早上 隔夜美股三大指數都要跌1.5個百分點 當然繼續憂慮聯儲族加息 另外外圍傳有些投資銀行可能 身陷險境,擔心是不是金融海嘯2.0 小心點 恆生指數今早低開8.7,暫時到升 見到內房普遍反彈的幅度都頗厲害 不過當然,弱勢的板塊不好佈置 相反,不知是否擔心內房有救 又輪到大金融、內銀等等要受到牽連 有些內銀股、勸箱股等等整體受壓 暫時看法都是要審慎,再觀望一下